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今天是4月1号 非常欢迎大家来看 中立教会所录制新眼光的每日读经 今天的范围我们要从 马可福音第14章32节到第42节 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科西玛尼 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 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 就惊慌起来 极其难过 对他们说 我心里甚是忧伤 几乎要死 你们在这里等候 警醒 他就稍往前去 俯伏在地 祷告说 倘若可行 练教那时候过去 他说阿爸 父啊 在你凡事都能 求你将这杯撤去 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 只要从你的意思 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 就对彼得说 西门 你睡觉吗 不能警醒骗死吗 总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软卧了 耶稣又去祷告 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 又来见他们睡着了 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 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第三次来对他们说 你们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 够了 时候到了 看了人子被卖 在罪人手里了 起来我们走吧 看了那卖我的人进了 这段经文是 我们在受难节的时候 都会去 醒尸的一段圣经 值得我们去讨论的几件事情 究竟耶稣在科西玛林园祷告的时候 他为谁祷告 我们多半说是人向上帝祷告 人需要上帝的帮助 那么既然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 他是三位一体的圣子上帝 那么他又为谁祷告 为他自己祷告吗 看起来是 因为他求了一件事 说父啊 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 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 只要从你的意思 听起来是 耶稣的心意跟上天父的心意当中 有两个不同的 所以有的在拉扯 那我们就可以了解 这个时候的耶稣 祂是完全的人 但是祂也是神 因为祂道成肉身来到世上 祂从人的角度去体会到 人情的温暖 人性的软弱 也因为如此 祂也宣告 祂自己来地上 不是受人服事 乃是服事人 祂了解人生的软弱 贫穷 无奈 争战 或者受罪恶的一个捆绑 魔鬼的试探等等 祂经历从小到大的青少年 可以讲祂可以代替人祷告了 也就是说从人的角度 耶稣充分地了解 所以在某一个部分 祂会为祂所要做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上帝为祂自己 在设立的这个救赎的道路 这个事情 必须是从圣旨 也就是上帝的 好像一个部分 去完成救赎的一个道路 因为只能有一个 无瑕疵的羊羔 才能够代替人的罪 因此耶稣自己 成为一个无罪的羊羔 这个时候 祂要去做 那我们会说上帝会痛吗 还是说人的角度 人性这方面 祂会痛 我相信我们不是 上帝的这个人性里面 神性里面 我们很难了解 三位一体的上帝他们之间 因为罪的缘故 甚至抽离出来 在那个被定时架的档下 祂全然承担了全世界 全人类的罪 这个罪对于至圣上帝来讲 是一个亵渎 是必须切断 所以这个悲太苦了 这个悲一定是 不只是身体上的痛苦 也是一种心灵上的一个痛苦 好 这是一个祷告 我相信第二个层次的祷告 是耶稣为门徒们祷告 耶稣说总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人迷惑 你们心里固然愿意 肉体却软弱了 主耶稣去祷告的时候 带了三个门徒 非常亲密的门徒在旁边 也跟他们讲说 你们要一同与我一起 警醒来祷告 为什么这样子讲 因为门徒虽然三年的时间 跟随他们的夫子耶稣 他们看见了耶稣的教导 神迹奇事 他们也知道说 他们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 可是这是认知的层次 这三年当中还在不断地去 培养他们的信心 我们人如果说 我们的信仰的层次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层次是 信自己所相信的 也就是说 从一个合乎自己的利益 自己想法的对象来讲 我把你尊崇为神 是因为你可以满足 我可以接受的 我能够明白的 而且真的是实现我的理想盼望 这样的信仰的层次 我追随你 可是这种层次的信仰 非常容易受到环境的打击 果然我们看见 十二个门徒当中 被受打击的 不是只有犹大出卖的耶稣 连彼得如此坚固的门徒 他也信心跌倒 他不认耶稣是他的主 我们说这个是第一个层次 相信自己所相信的 可是信仰必须进入到另外一个层次 是相信上帝 什么叫相信上帝 也就是上帝是不是 完全我们能够明白认识的 可是我却相信他 只因为他是我的上帝 这个上帝就是 他带领我去哪里 他为我设计的人生的道路是如何 我都全然相信 即使我不明白 这个信仰才是真正合乎上帝的心意 我们称之为与上帝同行的信仰 从古至今 第一个让我们看见与主同行的圣经当中 有写 一个是挪亚 一个是以诺 亚伯拉罕 后来的摩西 我们看见这些人与上帝同行 农亚的例子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他与上帝的同行是不明白 他被上帝要求说 去做个方舟 因为洪水要来了 我们要晓得 他相信这个事情是他在五百岁的时候 当他坐完这艘船 大水来的时候 是他六百岁的时候 将近一百年的过程当中 他坚持 世人都嘲笑他 你可以坚持这么久吗 所以门徒们他们必须警醒 耶稣在告诉他们 你们必须警醒 因为将来 你们会面临的患难压力 都会考验你们 跟随我的一个信心的程度 你们爱我的程度 忠诚的程度 诚恳的程度 都会面临 这个挑战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相信 我相信收乱节当中 科西马尼的祷告 再次回到我们面前 挑战我们每一位 跟随耶稣基督的 究竟我的信是停滞停留在 追求我自己所喜欢的这个层次 还是我要追求上帝的旨意的层次 如果是如此 即使我不明白 仍旧可以保持那种坚定的忠诚 坚定的持续 以及坚定的这种尾声 主为自己所很难承受的事情 他在那边祷告 他也为我们祷告 但愿我们进入到受难节的时候 可以明白 与主同行 他也真的需要有人去体贴他 去认识他 去明白了解 耶稣你所受的苦 我虽然不能够替你承担 但我也跟你站在一起 愿上帝祝福大家 这一天蒙受他的祝福 阿们